接下来我们看下这个历届的选择题 一共七集而已 第一集下列何者 主要显示物体的动能转换成热能 这题我放在小杰练习那边 好多人就做错了 原因是很多人认为B的这个是动能转热能 引擎的操作是热能转 热能转换成的机械能 它是燃料产生热 然后热再转机械能 对不对 化学能转热能 热能转机械能 那正确的应该是低的 才是动能转换成热能 子弹它打到树干了之后 它会停下来 主要是因为摩擦力 让它停下来 摩擦力 就可以把它的动能转换成了热能 OK 所以这个情形反而是动能转热能的一个例子 第二题我们从蔬菜中的能量 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将什么能呢 光能转换成化学能 很多人觉得太阳能是什么能 太阳能其实有两个 对吧 光能跟热能 但是呢 光合作用它不是利用那个热能 它是利用那个光能 所以我今天如果我是去 去放日空气给这个 放日空气给植物 它是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热来转的 它一定要是光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差别 下列哪一个条例子 并没有利用热能 转换成了机械能 间接权是热能转机械能 火箭起飞也是 汽车的引擎运作呢 也是 但是打气的话啊 它温度会甚高 所以它是机械能转热能 倒转的情况 第四题 抽水蓄能发电站 它是在夜晚的时候 将水呢 从低处往高处运输 这样子的话呢 它可以节省掉那个 晚上没有被利用的电能 OK 晚上有一些电能没有 晚上全部人在睡觉 那个那个电呢 电器的操作呢 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变成了 它们会有一些 电能呢 是在晚上会消耗的 所以呢 它们就开这个需手机 把那个水从低处往高处送 OK 所以有点像是水坝的倒转的version 它把水送上去 so that它可以储存在重力四等那边 所以这种转换是怎样呢 是电能转换成动能 动能再转换成四等 OK 电能转动能呢 就是那个电动机 水棒的操作原理 然后呢 那个水呢 就会运上去 就会转换成了四能 大概是这样 四能转动能再转电能呢 这个是水坝的操作 我们特地呢 这一题是倒转的 是把水从下面运回上去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了 第五题 双掌摩擦后会产生热 这个是机械能转热能的情形 我不晓得大家的学老的小学老师 我的小学老师是讲说啊 是化学能转热能 不知道 我会是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讲化学能转热能也没有错到完 因为你是利用化学能来进行这个运动的 所以化学能转动能 动能再转机械能 勉强也是可以了 勉强可以了 第六题 第六题是那个礼炮啊 就是拉了之后 它会整个空气会会会膨胀 然后呢 彩带了就碰在这个空中 然后呢 有洗清的效果 高压空气膨胀的过程呢 它是对外做工 热能转创成机械能的情形 所以答案是C 答案是C 然后下列哪一个设备在工作的时候 把电能转热能呢 用我们的电发包 电发包 OK 核反应堆是怎样啊 它是转电能的 它是用核能转电能 核能转电能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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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